8月28日下午14点30分许 硬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硬方一侧 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 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戒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 维护领土主权 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 希望硬方切实遵守历史戒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与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 希望硬方切实遵守历史戒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与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事件发生以来呢 中方与印方通过外交渠道多次提出了交涉 我们也向国际社会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阐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和明确的要求 敦促印方立刻将越界的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的印方一侧 那么通过双方的努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印方已经将越界的人员和设备 全部撤回到边界的一侧 中方的边防部队将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 我们认为通过外交努力和平的解决事件 符合中英双方的利益 也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诚意和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